在澎湖因为治安良好 大多数的人下了车不锁车门 但近日却有民众发现 居然有窃贼光天化日的 趁私下无人注意 开了车门意图行窃 结果全被监视器给录了下来 警方也一眼认出窃嫌 将约谈到案 澎湖的游艇码头除了供游艇停靠 岸边也常有乘排的车辆停放 也因为治安良好 不少车主并没有锁上车门 也因此给了萧小可乘之机 有民众在网络上po文 说亲眼目睹窃嫌 打开车辆车门后坐上去 关门后大概在里面停留了30秒 才下车离开 至于怯嫌利用这30秒 在车上翻找财物 负责码头管理的游艇公司 翻出监视器画面 一看果然发现一名终年男子 骑着机车一直四处张望 发现无人注意后 随机就拉开车门上车 他已经离开了 有开门完离开了 对对对 等一下我对 游艇公司员工说 他们公司的公布车 就被窃嫌开门上车 不过他们车辆上面没有财物 所以并无损失 这种状况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我们有今天的状况是 就是有一个人骑摩托车 然后就是这样骑过来 然后他就是 我们有一台公布车体在旁边 然后他就是开我们的车门进去 然后在里面不知道做什么 这样子 然后可能看没有东西 他又要去开下一台车的车门 结果下一台车是锁的 然后刚好我们有同仁在船上 然后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然后他就有拍他的侧椅 然后打量跟我讲这样子 我们后来调的电视器有调到 不知道我是男生 就是一个应该算是中年吧 大概应该有40几以上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里面没东西 所以他应该是看不到什么东西 我们这边是没有 所以今天发生的这个是没有 员工也说 虽然自家公司没有损失 但有听说其他车主 放在车上的钱包被爬了9千多块 所以他们都会互相提醒 记得锁车门 就是他就是说 就是他车子里面有放一个钱袋 然后钱袋里面少了9千块这样子 然后没有钱袋 就来自里面的钱不见了 虽然正式器画面清晰度有限 不过辖区远景一眼认出窃嫌 表示该男子为贯窃 后续将约谈到案 记者王海龙报道 就像是一个人一样的 喜欢你们一样的 就像我是一样的 我只得有个人一样 就这叫我